凤凰军机处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独家冠名播出 骨子里的血脉 骨子里的文明 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军机处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那么这期还是王老和陈总 我一看到王老和陈总 我心里就特别的踏实 现在心里踏实 在这种特殊的时期 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种 算是享受的应该是 现在这个时间 对大家这种心里都是有冲击的 我觉得我现在还好 现在毕竟上点岁 当时在世界军事的时候 那时候打光棍 晚上经常感觉到特别绝望 看不到期望 那么我想现在有很多 我们军机处的网友 一定也有年轻的光棍 肯定有 而且还不是少数 所以我就说 大家 我跟你两个建议 一个是定期看我们军机处 另外一个就是 你可以养个小宠物 养个小猫小狗 为什么这么说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我看钟南山团队 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过 养猫的养狗的这个人 对他的呼吸系统 的免疫系统 是有好处的 而且前两天 看了个微信 不知道是真是假 说武汉有个养猫群 说好多网友 就没有一个感染的 这是一个 另外你养个小狗 你是个光棍的话 你出去遛狗的时候 一定可以增加你和这个陌生姑娘的这个几率 这我们都有体验 但是我们军机处的这个网友 年龄层最集中的是在30岁到50岁这个区间 那因为这个和咱们专家的量级 和我们这个军机处的话题的这个深度 其实是有关联的 那么这个年龄层的这个男性网友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是喝酒 另外一个还是爱买股票 咱们三周前录的上一次项 这三周以来石油崩盘了 然后美股是五次熔断 巴菲特说我89岁了 说我只见过一次熔断 现在已经改口了 说我89岁了 我见过五次熔断 我还年轻 我先问王老 您炒股 不炒股 因为在工作的时候也不让炒股 军人禁止炒股 军人禁止炒股的 但是挺关心这个股票的晴雨表 因为这个和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关系 和整个国际的经济发展趋势有关系 没错 咱们A股现在还算还可以 比较坚挺 那么您说这个美股十天四次熔断 这个对美国军队 对美国国防 对他们的这个军事部署和军事战略 有没有影响 我倒是关心的 这个世界战争史上有这个规律 如果有大的灾难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战争 因为有的国家为了转移国民的注意力 或者是转嫁危机 那么它会主动的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 这个趋势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 比如说有的媒体说 这个病毒是从中国发源地传染出去的 那么要不中国赔钱 那么要不就与中国发生战争 当然这是一部分的人 或者搞媒体的或者是网民 他们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会不会在一些政客里面 在一些军事家里面脑子里面也迸发出来 我觉得是有这个风险的 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到了政治家的层面了 不光是一国的总统有说这种话 包括美国的议员 刚才云菲老师说的 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议员讲的 说中国要给我们赔偿 要减免我们美债 这已经到了很无耻的程度了 没错 刚才王老正好说的 我昨天晚上我躺床上刷手机朋友圈 我看见房冰炮座 他发了个朋友圈 一篇文章就说的是您这个事 他这个事其实是叫 华盛顿观察家的这么一个周刊的网站 发了一篇文章 说美国民众说 中国应该为传播病毒付出代价 三成人认为这是一场战争 他主要的观点王老说了 那么他最刺激的一点 就是说28%的股民认为 如果要是应对这种威胁 要毫不犹豫的与中国开战 当然了 就是说更多的人选择了 还是和中国沟通 或者就是说不置可否 我当时给房老师留言 我就说中国人逼急了 谁都不怕 别来这套 那么您怎么看美国网民的这种声音 网民当然各种层次的人都有 但是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规律 当这个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他要把灾难转移到别的国家去 那么方法当然有很多 比如说通过贸易战 过去打开别国的封闭的大门 把他的货给打进去 那么这个可以挽救他国家 或者是对他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有好处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战争 那么通过战争发起之后 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有另外一种进行的方式 可能对这个国家经济是有好处的 有大量的造军火 或者是搞军火买卖 那么国内的民众 他就不会在国内启示 因为在这个战争环境之下 可能会出带一系列法律 不让民众出来闹事 不让你上街 不让你机会 不让你推翻政府的任何的主张 用强制的方法 就把这个可能发生的一些意外 给人压制下去了 所以他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除了一些在美国一些议员 一些网民发表这个言论之外 最近也有一些不好的倾向或者是趋向 比如说在我们国家周边一些军事活动 现在比过去比平常的时候更多了 而且有一些新的武器也出现了 这个不是一次两次 而且在疫情期间 军事活动突然就大量增加了 这是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我觉得咱们这个话题今天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像美股这么熔断 好多股票都腰斩了 像特斯拉是腰斩了 苹果是跌了三分之一 那么像这种情况出现 美军会不会影响他的钱 他的预算还够了 其实这个东西 他如果想打仗的话 他国家的财政可以保证他不受影响 但是这个东西 咱们讲他一般的一个规律 讲经济危机 大家光讲 现在光盯着股市熔断 实际上 美国的经济危机大概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金融危机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消费侧的危机 那么现在我们看已经出现了这种第二阶段 消费侧危机 消费侧危机怎么理解 大家都不买东西了 对 就是说你股市垮了 企业 有的破产了 有的停工了 我挣不到钱 那么而且即使我手里有一点钱 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很不好说 所以我要省着点花 那么消费的欲望和能力 一下子大幅下降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萧条了 那么到了大萧条的时候 大家的日子不好过 那么日子不好过的时候 就有各种各样极端的反应和思潮 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而我们现在看到 在出现这种苗头的情况下 一些政坛人物 甚至是政治大佬 还在煽风点火追过助澜 您觉得他们就是说说 还是真想这么看 不仅仅是说说 实际上 他们要把国内的民众的这种情绪 转移到别人头上 找一个宣泄口 同时 要给自己甩锅 因为你是在治理国家 可是疫情 经济危机出来之后 你做了什么 你产不产生到好的效果 显得自己那么无能 对 你想想前几天还在那里讲说 美国没有事 我对病毒比谁都了解 我跟病毒是亲戚 这两天一下子口风就变了 这个老百姓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要想让老百姓忘掉 怎么办 要引导他转移他 转移新的危机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种现象 实际上 经济危机下面还有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大萧条之后 后面一个阶段 就是供给侧的危机 没东西了 那就是真正恐慌了 对 为什么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去抢吞东西 咱们讲国内疫情初期的时候 大家也抢吞 那么大家抢的这些东西 是很容易理解 口罩 酒精 消毒液 但是美国人抢的东西 照咱们很不可思议 枪弹 他抢什么 卫生纸先被抢空的 然后瓶装水 然后买枪 买弹药 这个在咱们是很不可思议的 但为什么他会抢这些东西 实际上产生这种举动 是他们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 要乱 对 你想一想 当年卡塔琳大飓风的时候 美国的灾区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真是要持枪上街的 而现在的经济危机 如果在进入到大萧条阶段 再往下走一步 就是供给侧危机阶段 那么美国国内真就会出现持枪上街的现象 所以可能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恶劣 要说疫情对美国军费的支撑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可能对它影响不大 因为美国军费2020财年它是7,160亿 2021财年是7,380亿美元 当然了对民生可能它的整个生产形势是有影响的 但是美国民生这方面的产品是进口的 军事工业这一方面 一个是美国为主 第二个也是主要是西方国家自己他们的贸易为主 那么这一方面的生产 它与民生不太一样 主要是科技 原材料 包括一些电子芯片这方面的产业 目前来看 对这方面的影响 就美国国内来讲的影响不大 万一经费财政不够支撑 它还有很多方法 因为这是法案通过的 它挪用别的钱或者是借款 也要把军费口子也要补足的 所以不会影响它军费的开支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特想问您 因为好像是美国的全尸号两栖空气舰 说上面发现感染了 因为船上感染这种病 我们就特恐怖 我就一想就想到了钻石公主号的游轮 您是老舰长出身 您觉得像美国军舰两栖攻击舰上出现这种病例 应该怎么做 会不会像最后蔓延的疾病的游轮那样 舰上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如果一个舰长或者一个船上发生疫情 那是十分恐怖的一件事情 当然舰上也有它的有利的条件 因为它三房的器材 药品是比较充足的 人均一份以上 但是对新冠病毒来讲 这是没有储备的 所以美国全10号发现这个疫情以后 绝对是要马上让它下舰 要能够全舰进行消毒 因为舰上 一个是大家知道 整个空间是比较密闭 它的管路 就是下水系统 是一个统一的 就是一条管路 或者是某几个下水口 但是总体来说 也就是说有病毒 它是可以互相窜的 通风系统也是整个一个中央空调 这个病毒可以乱窜的 每个房间都可以窜的 所以是非常之危险 美国一定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措施 消毒那不用讲了 整个全舰消防系统 我估计可能都要使用 这个全舰的消防系统不是密火的 是生化作战的时候 整个裸露的空间都要洗消作业的 都要进行洗消作业 光洗消作业还不够 大家知道我们洗手用水是不行的 它肯定还能加上其他杀毒的东西去消毒 然后是每个房间都要检疫 因为美国军舰尽管再先进 它大通铺还是有的 不是像宾馆一样 两人一间 四人一间 十几人一间的房间 是绝对有的 哪一个国家也做不到 就两人一间 军舰上面有好几百人 全舰号也有大几百人 两栖空气舰的空间还稍微大点 也不行 是吧 也不行 这个倒不是说它不能做到两人一间 这是在战斗的时候 对于战斗快速反应是有利的 叫一人起来 全班一下就起来了 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就叫去 敲门去 有可能叫不错 或者你发错警报他也没听到 全舰号像两栖空气舰这种 虽然说的空间很大 但是它大量的空间是装备的 我的气往外排 外部的病毒细菌化学的毒剂不要进来 但是对于疫情的防控是要负压的 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 我们国内一说隔离病房要负压病房 它是空气从外往里进的 是这样 对 因为外面的空气是干净的 而你里面病人所在空间的空气是受到污染的 那么你如果用军队三防这种超压的原理的话 正好反了 正好反了 相当于把你受到病毒污染的空气往外散出去了 正好您说到这 我看您写了一篇文章 您说美军会在疫情流行的时候回避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您是怎么认为的 实际这是我做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也是根据当前的情况 我讲说现代阶段 它是要回避大规模作战 为什么回避 第一个能力降低了 因为有人生病了 而且我们看五角大楼都一度趴窝了 说他们的国防部长和副部长全被隔离了 对 那么战舰我们现在看到明确报道的 全时号有一艘博客 有一艘滨海战斗舰 这是有明确报道的 统统都在圣迪哥 你想想看这三艘船 如果是在海上出了问题 这个船上的人完了 如果要是在圣迪哥出了问题 圣迪哥那是个海军城 大量的海军的社交场所 人员社交场所 对 你想一想 那个地方它一旦传播起来的话 它是很要命的 所以本身它的能力要受影响 第二个 经历上顾上 五龙国内那点事了 第三个 国内的政治和民意 它也通不过 但问题是 现在这个形势跟您说的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里头要分期 我说这个是短期的 中期的是危险上升 短期的美军现在正好来南海 您看我 但是那不叫大规模军事行动 到了中期 什么 疫情被控制住了 经济危机走进低谷的时候 这个时候恰好就像股市触底反弹一样 这个时候风险 反而增大 就像刚才云飞老师讲的状态 该开始疯狂了 对 这个3月18号 美军两批三架飞机 就飞抵了 进入咱们的南海 甚至有一架1比3 就是当年和海空英雄王伟相撞的飞机 甚至都飞到了中国香港附近的上空了 王老您怎么看 这个来到时间 可能与几个军事行动有关系 一个它可能要侦察南部战区 最近有可能有一些演习训练活动 因为春信是中国军队一个重要的训练展开期 每年开始 每年春信 就这个时候 1比3E是一个电子侦察机 它在南部方向可能想收大量的情报 中国那么下一次的军事行动是训练 还是一种战略行动 它要侦察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因为美国一艘航母 一艘两栖攻击舰在南海要联合训练 那么是一种战场侦察行动 就是为自己的这种联合训练 进行训练前的侦察和监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为香港一些港独的人员 为他们撑腰打气 政治目的 有它的政治目的 因为香港最近的形势和过去还不太一样 过去叫什么反送中之类的东西 现在反过来了 过去是不准大陆人到香港 这些港独人员反对大陆人员到香港去 要封闭边界 现在正好反过来 大陆这边是安全 怎么办 它也进行一些挑衅的活动 再把情绪再挑动起来 配合美国国内的一些支持港独的议员的行动 然后另外我看这个报道还说了一点 说美军的F-35B 在南海区域进行了骤军和夜间的起降的训练 这个应该是有实战意义的 陈忠宁怎么看这个事呢 我觉得更大可能 它是在实战背景条件下进行一些适应性训练 因为F-35新东西 新东西上来不光是你对这个东西本身要熟悉 而且在特定的环境和战场背景下 怎么用 好不好用 这些东西也要经过一些实际的演练 一个是对部队的装备进行一些考察 使用的一些方法要形成一个积累下来的经验的东西 那么同时 他们来说也是个新装备 对 所以这个的成分应该说比较大 美军飞行员也面临着改装 对 当然你说有没有其他的成分 烧带角的东西可能很多 比如说给周边的国家给中国看 全要武力等等这些成分都有 而且这个时候 我觉得按照美军的思维方式的话 他恐怕他也琢磨 就是说你大陆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武统台湾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两天来的多的都是侦查性质 你像EP3这种 他可以对相当大范围内进行电子监听和侦查 实际上也是寻找这样的一些 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动向 莫莫迪 对 我还有一个好奇的事 您比如像EP3来 像B52飞临南海 解放军在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肯定能掌握 他们知道咱们能掌握 知道 这个也不光是我们并没有披露 我们掌握了 实际上港媒和台媒都把他的批号 呼号都透露出来了 应该说对像B52这样的EP3这样的飞机掌握 可能对于大陆的情报系统来讲不是一个难事情 因为他的B52能飞的飞机也就是那么多 过去你像在六七十年代 美国的B52一从关岛起飞 我们就知道是哪一架飞机 哪个批 六七十年代就行了 六七十年代就可以了 所以他来也不都是坏事情 来多了之后我们就也能掌握他的声闻 这个声闻一个是他飞机本身的 比如说发动机的声闻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电磁信号 他出来以后要通信 这个通信声闻实际上你看的频率是一样 但是他每一架飞机自己的特征 所以这样的飞机一出来以后应该掌握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对于B52也好 EP3也好 肯定是没问题 当然了 F35B可能目前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一个是在东亚这个地方活动的比较少 第二个他毕竟是隐身的飞机 刚才程老师讲到F35B在这个地方活动的 当然主要目的肯定就是对他来讲 也叫一种战略训练 实习训练 当然还有一个他附带的意图 就是要升高南海这个地方的紧张的局势 因为你像美国号的两栖工具舰配F35B 那么在这个配合当中 它是最先进的一个组合 是它的主力部队 主力部队 现在像在这个地方活动的卢斯佛号的航空母舰 并没有F35C在上面使用 F35C是下一代的航母用的 那么最先进的航母或者是两株攻击舰上面的战机就是F35B 而美国号又是最先进的两株攻击舰 那么要搞训练 它本身基地是在像日本的横须鹤这个地方 在那儿训练就可以了 为什么到南海来训练呢 当然是要展示给中国看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战争当中 在南海可能发生的战争 我要使用最先进的武器 那么使用两株攻击舰在南海这个地方搞训练 什么意图呢 两株攻击舰主要的就是登岛 登陆作战用的 你要注意 一株两株攻击舰在南海这个地方搞登陆作战 当其他国家防备不足的话 一个岛是很敢防住的 可能你的整个战略抵不上人家一个两株攻击舰的编队 所以它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 反过来说它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我看您还写了篇文章 就是说像美舰美机这么多型号来航母 两栖攻击舰 然后各种飞机来南海 您提了一个 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它进行拦阻射击 这个怎么说 什么条件下对谁怎么打 这是我个人的观念 特别是对它的军舰 军舰我们在南海的南沙和西山 现在基本政策差不多 我个人认为要区别开了 因为在南沙岛礁我们没有宣布沙尔海里范围 所以目前这个方法基本是合适的 也就是识别查证区理 因为你没有宣布它装着 我不知道你有沙尔海里 我当然可以进了 但是我说在南沙这个地方 在目前的基础上也要战术多样化 比如说我要宣布一个警戒区 在南沙的岛礁 因为岛礁的警戒区是各个国家通行的一个方法 不管是陆上还是海上 多一个军事警戒区 你抵击我军事警戒区的时候 因为我受到你威脅 我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 我就要进行民枪告警 我就要用告警的方法来驱离 而不是用喊话的方法来驱离 这是合适的 已经开会儿了方式 对 在西沙这个地方应该不一样了 西沙因为我们公布了沙海里的范围 在1996年就公布了 那么美国他提出来我是搞无害通过 但是国际海洋法不管是58年还是95年生效的海洋法 有一个规定 就是你无害通过的时候必须是一次连续性的通过 如果你走支支型的这个航线 你就不是连续通过 也不是一次性通过 我就不能把你当作无害通过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进了我西沙撒海里之后 我就可以用炮弹 对你整个舰艇行进的前进方向进行拦阻 射击 我告诉你你不要往前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没有直接对你的舰艇进行射击 我这是告诉你 但是你再往前走 你就很危险 你碰到我的炮弹了 那是你是自己的选择 你就不能怪我了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叫拦阻射击的概念 这个方法我们目前没有使用 当然我们这个方法要慎重使用 为了还是要考虑中美关系的整体的大决 但是你一而再 再而三的对我进行侵入领海的活动 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用的 这招我们不使是不使 但是我们可以使 这是我的权利 对 是这样 然后您认为中方未来会采取哪些措施能加强咱们在南海区域对对方的这种优势 其实这种东西办法应该也是不少的 实际如果我说它针对不同情况你应该有一个分级 比如说最基本你应该做到的就是要能够掌握 所谓掌握 刚才王老说的 你一出来 你一进来 你一走 我都能知道 那么再进一步的话 就是要监控 监控就不仅仅是一出一进和靠近我们导礁的时候 就是全程的监视 而且这个监视可能不光包括电磁的光学的 还有无线电监听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看有的时候经常是每天在前面走 后边咱们有一个中方的军军在后边远远的跟着 对 讲监控 你注意后面还有一个控字 控是什么 控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邀了了 我随时有手段 有兵力 能够做出反应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 我经常看到我们在后面跟着 有一定的兵力 那么监控再往上有没有 我觉得还有 比如说压制 压制 对 我在某些时段 某些地点 对你实施电子干扰 我在你的行纪的附近 举行训练 军演 这个你管不着吧 那么再往下一步 就到了 云飞老师刚才说那一步了 男主射击 对 那个就已经叫警告驱离了 那么如果警告驱离再往前发展一步 那就该开火了 实际上包括你像以前大家在网友兢兢乐道的所谓我见奉命撞击你见 苏军干的 对 实际那个应该还是界定在警告驱离这个范畴内的 这比那个级别更高的我们还有对策 对 所以实际上对策是分层的 根据不同情况来使用 这个我正好借这个机会解答一些网友的关心或者是他们提出的一些招访 有的网友说能不能用快要报废的舰艇去对它进行撞击去 追得上吗 对 首先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每件像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 它的航数一般是30级以上 达到36级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过去的老旧的舰艇 你像053H这样的类型的护卫舰 航数是不够的 051可能行是吧 051设计指标最高达到过36级 但是在实际使用当中 要想追上阿里伯克也是不大可能的 而且现在都已经退役了 没有了 所以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 追上阿里伯克还好说 你要编下战斗舰 追不上 根本就没可能 根本追不上的 你是转 你想转也转不上 知道吧 说用老旧舰艇加装发动机转速比较快的 这就更不可取 代价太大了 要如炉带我不能行造一艘舰艇 你真要想撞的话 办法有的是 就把上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拆掉 我干嘛用船撞呢 我用飞机行不行 你比如说无人机 我报废的尖6 改无人机 我用这个行吗 中文一看这个产品上写着 广州是少年宫 小孩的小恐 所以说关键的问题是需不需要采取这种撞击的手段 如果真到需要的时候 办法有的是 没错 还有的网友说用激光对他进行造势攻击 可能网友大部分是不知道的 实际上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军舰上的还没有发展到攻击性的激光武器这一步 外军也没有 中国军力实时修饰也没有 激光这个设备是有的 但是这个激光 属于光电设备这一类 属于测距 像雷达来使用的这一类的激光的东西 有 武器 这个激光它不是武器级别的 是一个探测设备 这样的激光造射到人家军舰也好飞机也好 是不造成伤害的 所以美军说我们在夏威夷附近 我们的舰艇对它的P8F机进行造射了 这个攻击对我们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我不是武器级的激光 你靠近我了 我的雷达已经造射不到你了 因为近距是一个盲区 低空近距雷达是看不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必须用光电跟踪仪对你进行跟踪 我要找到你的位置 这个不违反中美之间的海空相与安全行为准则 安全行为准则 是讲你不能用激光对对方的人员和设备造成伤害 那么我这个激光没有对你造成伤害 反过来说 在南沙西沙用这种激光对对方是没有伤害作用的 也是不可取的 但也是一种警告 最后还是回到咱们之前开头 我们说美国至少 美国网友的调查 同意对中国开战只有28% 大多数的美国网友还是克制的 还是要跟中国沟通的 那么美国的少数政客 别借着大选拿中国当一个出气筒 中美呢其实共同的利益还是大于分歧的 我们希望这个中美的这个友谊长从 军机处骨子里的中国青蛙分九 本期军机处就到这里 咱们再说